中国的吃货什么都敢吃 但为什么却很少有人选择吃猫肉呢 仅仅是因为猫肉发酸吗 作为一个对美食包容度很大的国家来说 不管是天上飞的 地上走的 还是水里游的 只要是我们能看到的东西都能变成餐桌上的美味 甚至一些外国人在看到我们的特色美食时都会被吓得连连后腿 但就算是这样 我们为什么却没有选择对猫肉下手呢 仅仅是因为猫可爱吗 其实早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有关于食用猫肉的记载 大概意思就是说 猫肉不好吃 而且还很酸 不能端上饭桌 所以吃的人很少 不仅如此 野猫还十分狡猾 不依捕捉 人们几乎不是野猫的对手 所以食用的人就更少吗 看到这里 可能会有朋友发出疑问了 猫肉发酸难道就不能用各种调料拯救一下吗 其实我们之所以不吃猫肉 味道不好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原因 更多的还是猫身上携带着大量的病毒 众所周知 猫咪的食物主要是老鼠 为了捕捉老鼠 猫咪经常埋伏在下水道和垃圾堆这种脏乱差的地方 而且它的美食 老鼠身上也有大量的病毒 野猫吃下去后就会留在它的体内 即使是经过高温烹煮也不能将细菌完全杀死 所以人们返布着为了猎奇而吃出一身病来 肚子里能容下万物的中国人为何唯独对猫咪不敢下口呢 其实这是受多种因素所影响的 首先就是野猫肉发酸 不好下口 而且它们常年生活在阴暗潮湿等细菌滋生的地方 身上携带着大量的病毒 一旦被人吃进肚子里 很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疾病 其次 猫本身充满着大量的神秘色彩 古人常以耕种为生 但田间的老鼠经常偷吃粮食 让人很头大 而猫却是老鼠的天敌 久而久之 人们便把猫当作是吉祥的象征 对它也十分尊敬 而且每到年末祭拜的时候 也能看到猫的身影 但同时还流传着另一种说法 猫咪的眼睛能看见阴阳 尤其是黑猫的神性最重 所以要对它们有所忌讳 但是反观越南对猫的态度 与我们却有着巨大的差异 在越南人民的眼中 猫肉是比猪肉还美味的事物 它们是猫如命 不仅有猫肉饭店每天供不应求 还有专人每天捕捉猫 以此来实现财富自由 但是随着吃猫人士的增加 导致猫的数量大幅减少 一些人便把目光放在了野猫身上 本以为这样越南人民就会减少对猫肉的食用 但现实却是它们根本不在乎那些猫肝不干净 而且随着猫咪数量的减少 导致它们的天敌 老鼠也变得猖狂起来 可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越南人竟把老鼠又做成了餐桌美食 就这样 一猫一鼠成功地在越南站稳了脚步 甚至还是逢年过节的首选 中国人一向对美食不挑剔 却唯独在猫咪身上犯了难 抛开猫自身的原因 最主要的还是 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 我们从来都没有把猫咪当作是一道食物 而是把它们当作人类的朋友在友好相处 况且 如果真的想吃肉 可以吃鸡呀牛羊这种味道鲜美 而且还饲养周期短的动物 就拿家鸡为例 通常一个多月就能食用 而且还是自家喂养的 也吃着相对安心一些 而猫的体型较小 成长速度还很慢 即使养了很多年 猫咪的体型也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 如果只是为了吃猫身上那一点点 还有点酸的肉而养它们那么多年 那显然是不明智的选择 而且猫天性冷淡 并不会像小狗一样能对人类忠诚 即使是主人养了好多年 猫主子高傲的性格也丝毫不会被改变 再者说 家养的猫虽然要比流浪猫相对健康一些 但它们毕竟是动物 就算按时检查也难免会有细菌 家猫虽不用像小狗一样天天带出去溜达 但它们也是不可能安静地待在家里的 稍不留神就会拆家 而且它们还有一对锋利的爪子 想必每个养猫的朋友都有被猫主子抓伤的经历吧 所以 不管是从哪个方面来说 中国人都不会因为猫是动物而把当作美食去享用 而且随着现代社会独居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它们往往把猫狗看作是情胆的依托 以及深夜回家后陪伴自己的好朋友 科普解说员在线争稿啦